日美首相安倍晋三飞往华府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峰会 美日冒意逆差汉汇率问题受到关注 日本官方周三公布 去年12月金城障连续第七个月顺差 让2016年金城障盈云创2007年以来新高 也是历史次高 媒体报道 中国电商企业阿里巴巴将透过与印度当地电信营运商合作 进行免费互联网的建设 之前Google已经洗手印度铁路系统通讯部门 将Google的免费Wi-Fi进入印度超过100个火车站 Facebook的免费Wi-Fi也已经进驻印度125个村庄 ZNBC新闻网站报道 去年网络犯罪让全球经济产局损失4500亿美元 但业绩调查发现 美 英 德 三国至今仍超过半数企业 对骇客缺乏防御能力 大法官会议惊提涉献案 表示总所税薪资扣除额 明定法定扣除额上线 违反了平等联责除违宪 财政部回应将一大法官解释 两年内提出修法草案 新唐人亚太电视 中尼报道